PS5平台有哪些放松休闲类的游戏 既好玩画面又好的 第一款锐奇雨叮当时空跳转 这游戏刚刚发布了国行版 推荐入手实体光盘 通关后还能回血 这是一款荷家欢游戏 玩起来非常爽快 敌人虽然多但玩法比较简单 上手容易 武器和弹药很充足 打起来上下翻飞十分华丽 既可以远程射击 还可以近距离攻击 穿上磁力鞋节奏更快 有很多人是冲着画面 和简单的突突突录的这款游戏 游戏的光影 材质细节做得十分精细 几乎看不到锯齿 我玩的是光追模式 如果你家电视支持 120Hz高刷和VR 那视觉体验会更好 再加上PS5手柄的 姿势应扳机和触觉反馈 游戏互动沉浸感是极好的 第二款游戏双人成型 这也是家庭必备游戏 它是2021年TGA年度最佳游戏 玩过的都说好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 第三款 麻不载大冒险 这是一款3D平台跳跃游戏 可以一到四人同屏游玩 我们既可以简单的玩 也可以全收集 上个月 地平线西之绝境 发布了国航版 这个月 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 也出了国航 国航版游戏越来越多 这是好兆头 我们国产游戏 黑神话悟空 也拿到了版号 希望也能早出国航版 现在PS5已经发布三年了 那是否值得入手呢 我觉得现在正是好时机 原因有三 第一 今年春天 有很多PS5独占大作 比如最终幻想7重生 浪人崛起 还有即将发布的剑星 明年还有一个666的游戏 第二 PS会员二档游戏库 现在已经积累了几百款游戏 比如NBA 2K24 骑龙猪 对马岛 机灵飞车22 刺客信条 蜘蛛侠 战神 神秘海域 最终幻想 古墓丽影等等 而且每个月还在增加中 只需要花很少的钱 就能玩到这么多的好游戏 确实非常值得 第三 目前PS5国航游戏机 价格已经稳定 用PS5玩3A游戏 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而且是坐在沙发上玩 看着电视玩 既是玩游戏 更是享受游戏 所以现在买个PS5 既可以玩全家欢游戏 还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 更重要的是 还能弥补我们童年的缺失 不用再等了 现在正是PS5发力的阶段 同时也正是 入手国航PS5的好时机 现在入手 即可享受 好